在福建福州,有一群跨海而来的台湾青年,用自己的创意巧思和努力在这里注目,展示才华和抱负。 新年一史,记者约访了部分在福州创业的台湾青年。 敖峰访是福州市区的一处历史文化街区,来自台湾台中的魏晨韵,在这里经营着以音乐及美术为核心课程的培训机构,影响艺术。 2013年,魏晨韵收到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的邀请,选择来到福州工作。 短短半年时间,魏晨韵就真切感受到了福州艺术教育市场的巨大潜力,它蒙发了自己创业的念头。 以前来大陆这边就是来学习或者是来旅游,那真正的在这边长期的生活就是从2013年开始,我就是想说给自己一个机会,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 创业七年来,魏晨韵和许多台青一样,一直为了梦想而拼搏。 2020年,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,他们通过线上开展教学,也积累了诸多的经验。 魏晨韵告诉记者,大陆互联网发展迅速,他准备构建艺术教育平台,开展两岸教学交流活动,吸纳更多的台湾人才。 大陆这边其实现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,让我可以在更多的在两岸的融合上面可以去做更多的工作。 我也希望说透过这边的一些政策,透过我们自己一些支撑的一些资源跟努力,可以更多的引更多的一些台湾的青年过来这边,不管是创业还是就业都好。 来自台湾台南的柯晨韵,是云响艺术机构的一位主题老师。 2018年,从台湾的一所大学毕业后,抱着传承传统文化的初心,他之声来到福州发展。 我是学习明月的嘛,福州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解明月这一块,然后我想说过来这边,然后就是把明月传承出去这样子。 柯晨云告诉记者,这两年来,福州当地学校慢慢开始重视明月,开始组建明月团。 他也希望能摸索出一套教学模式,将明月更好的传承。 在疫情期间我们都是以线上教学的方式嘛,更多更远的地方可以与我们一起上课这样子。 希望学生可以越来越多,然后线上这一块也就是能持续地把它做好这样子。 在福州三访七项的黄巷内,维美客文创俱乐园区成为了不少台青逐梦的出发地。 这里涵盖设计手作展示,艺文展演体验,创意创业实演等业态,是福州市两岸青年创业交流的重要平台。 今年29岁的张昭瑞是台湾台中人,现任维美客文创俱乐的董事长特主。 各方面的一些什么租金啊,租金补贴啊,还有些租房补贴等等,就是我觉得就是感受到蛮多的温暖。 把我的经验去分享给更多在台湾的一些台青,变成还是一样百度人的一个角色,来让两岸的一些人民互相可以去多了解,然后去让可以两岸人继续地这样子和平的共农。 近年来,大陆出台了31条措施、26条措施、11条措施等政策举措,为台青来大陆交流、学习、实习、就业、创业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。 采访中,不少台湾创业青年也对新的一年充满了期待。 希望把自己的一些教学理念,对于音乐,对于艺术的一些想法,然后更广泛地去扩散出去。 真的还蛮希望就是可以有更多的,就是台湾的一些青年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这里看一看,这里真的跟想象不一样。 其实很多的创作是不只是一种模式,那我希望是透过我的方式,透过一些以前在台湾学习的一些方法,然后来教导在大陆的孩子,让他们去接受到说用艺术是可以感动很多人的。 欢迎我们台湾的青年一起来我们的台胞台起登陆的第一家园,我们的福建省,一起共同的努力,共同的奋斗,一起祖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